他科目一是面對了什麼問題逃避 他科目一就是面對了所謂 台北市幼兒園的議題 那個時候 發生了台北市幼兒園的事情的開始 其實整個台北市的市民 給他的成績單 就是非常的不及格 差不多已經有超過六成以上的人 已經不信任他了 在台北市 因為那個是台北市幼兒園的案件 台北市最有感 接下來科目二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金華城事件 科目二金華城的事件 其實這一件事情在溝通上 是比較困難的 就是說金華城又比較聚焦在台北市 金華城事件 再加上高文安的事情 出來的時候 造成怎麼樣 也就是台北市有八成的民眾 已經不信任科文哲了 那個時候已經有八成 也就是你走在路上 大部分台北市民怎麼看他 這個人怎麼還沒被起訴 中小平怎麼可能會去滾丁床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會發現 接下來發生什麼 科目三不得了啦 科目三就是政治獻金幣案 這樣的幣案是全台灣的人都聽得懂的 原來你科文哲是完全不在乎什麼 財政紀律 其實真正讓他社會性死亡的就是 當科文哲一直以來都用財政紀律 最高規格的眼光去檢視藍綠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家突然間覺得 天啊你一點財政紀律都沒有 也就是說科文哲現在的誠信度 簡直在裸奔啊 哇天啊 現在你看69.1喔 它是整個從麻花式到完全的翻轉 而這個翻轉的大喇叭口 它製造了多少 將近有六成以上的差距 也就是信任科文哲跟不信任科文哲的人 已經達到這麼高的狀況之下 會秩序這個喇叭口很難再恢復 除非有什麼特殊的事 基本上是不可能 也就是說這個男人 已經在政治圈裡面 社會性的死亡了 再也沒再相信他 而他可能是台灣首度以來 第一個還沒有被判任何貪污罪的情況之下 第二個他沒有執政的情況之下 居然可以產生這麼高度的民意的不信任 也就是他集中脫高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認為他很難再翻身 我覺得這最重要